大年初六继续半年 我们中国的这个习俗 乃至于神话 都是非常的人性化 这个过年你看初六 他有的时候就 继续扫地 扫穷 送穷 那初五就是 那这之前 还有这个 这个方便炮也继续放 然后这个 这个 吃饺子 还是吃饺子 尤其是北方 一过节 吃什么吃饺子 那饺子可以有很多馅 而且就 可能说是 那北方自古说是少一点 所以说 这个菜呀什么的 他都放在饺子里面 那个肉骨少一点 那是已经很好的 就是吃当计当令的 这些是对人 人最好的 其实他不需要太多其他的 那偶尔的各地方的特色 尝一尝西安就可以了 要老吃那个 反而对身体不适应这方水土 就是你看前面几天 有的 按道理今天不败才是 但也有的 还有一天 所以说这个这个给你这个宽量的成分很大 中国人很人性化 那还有一个呢 前面说到这个神话 那我们就说两句 这个七日造物说 西方那个圣经 这个第一天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 然后第二天呢要空气 第三天又想干什么 又弄点蔬菜 他想反正是想你啥是啥 跟小孩子一样 一次天呢 然后又弄一些这个 这个光 一个光又感觉不够了 然后又弄一些星辰 可能月亮也是这个时候 就是为了更方便这个 既统令解析 既这个一些 这个 这个 立法啊等等 你看西方他就是这样 想起一说是一说 然后第 下一天 第五天 又造这个 飞禽 还有这个水里的油 鱼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 第六天呢 那个地上又没东西 他又想起了 能不能弄一些动物 包括人也是这个时候出来的 你看他是人跟动物一起出来 虽然晚一点 那那也 那都是反正想起啥是啥 是他们你看 像不像这个这个西方人 你看一敞开胸怀全是毛 就跟动物离得很近 那中国人没有毛 大概没有 他没计划好 他们在计划论 那他慢慢进划 你看中国 我们说这个女娃造人 这个第一天 是鸡 上来就是动物 那前面就有了 那前面什么都有了 不用造了 然后 开田地啊 什么什么 这个这个 山川大河 什么都有了 热情沉 那西方这才来 第二天呢 就是 这个狗 第三天是猪 第四天是羊 这个 这个初五 就是造了牛 初六造了马 今天是初六 所以说今天就是 有的说昨天破五可以开张了 有的说今天 各地方传的也不一样 有的是传错了 有的 他这个 这个体系 这个 是说各地方都不一样 这个 第七天造了 这个西方这个第七天 他很累死了 他就什么都不干 就变成礼拜天了 歇着了 第三天 第四天 有的说是羊 三羊开探 什么第三天 第四天变成猪了 其实是不对的 你看这个这个 中国这 到处这个六畜 他就很有规律 第一天鸡 狗比鸡大一点 然后猪比狗个体又大一点 一个比一个大 那有人说牛比马还大 牛个子小 动物你看 个子高的 什么 他都遇到那个什么 他就马上站起来 个子高的厉害 是吧 动物的血 这个大概是晋朝时期的 就算他是神话 你看中国这个文化